HELLO 大家好我是Sindy 今天的影片呢是被TOMTECH的多功能好物影片 對 沒有錯 就是要來介紹一下我覺得哪些產品呢是 它有非常多的功能 然後又好用 然後呢 在想這些東西之前其實花了我蠻多心思的 因為我並不是一個擁有很多多功能產品的人 所以其實我覺得苦思甚至到失眠的地步想說 到底有什麼東西是可以一物多用 然後又很平易近人的 所以如果你對今天的影片有興趣的話就記得按下去吧 第一個我要介紹的是一個嬰兒子 嬰 嬰兒 就是我都叫它擦屁紙巾 好的 經過剛剛一番遮騰發現這個片甲名叫做 BABY TAURU 對 反正它的意思呢就是給嬰兒用的那種 就是可能比較溫和的紙巾 然後呢 這個紙巾它其實就是非常的一般 它就是長有點像不織布的樣子 這個樣子 有點像乾掉的濕紙巾 所以呢 我其實用它的用法就是我會拿來卸妝用 就是如果我今天用卸妝乳乳化之後 然後要卸除的時候呢 你們也知道我是一個不喜歡用毛巾的人 然後我就會用這個沾濕 然後把臉上的妝給擦掉 通常這樣子擦下來呢 我的妝都會卸得蠻乾淨的 就是我不用再去擦第二次第三次 感覺有點像那個 環座哥哥 有一個姑娘 他有一點人心 然後我卸完妝之後呢 我通常就會拿來擦一下桌面什麼的 因為就像我說的 它就有點像是乾掉的濕紙巾 所以我就不會想要就是馬上把它丟掉浪費 我就會拿回去擦別的東西啊什麼的 那其實你要乾擦 然後除灰塵什麼的 也都非常方便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非常好用的一個東西 第二個我要介紹的呢 就是你們一定會覺得想說 怎麼會介紹這個東西 第二個要介紹的是這個 燕尾夾 這算長尾夾 長尾夾 我知道身為一個美妝部落客 介紹這個東西好像有點奇怪 然後這不就是拿來夾紙類之類的東西的嗎 但是我跟你說 它其實有非常多的妙用 就是如果你有看過我的化妝桌 收納的那一集的話 你應該就知道我的化妝桌的旁邊呢 是有夾一個燕尾夾的 然後它是拿來幹嘛的呢 就是你如果有充電線 或是各式各樣的線材 你就可以把那個線材穿過這個長尾夾的這個地方 然後拉出來 你的線就不會散落在地上 就是找不到你的線就可以直接從你旁邊這樣子拉起來 我個人是覺得這個小PEBO有點超亮嗎 因為到人家生活只會往的感覺 它就是真的大幅的降低我 就是每次要在那邊撈線的困擾 它可以讓我直接很快的就拿到我想要的線 對 然後它其實還有其他的用法 就是其實我是在我的床上錄影的嘛 然後我的掛布呢 也是用這個長尾夾夾起來 然後掛在那個3M的無痕掛鉤上的 所以它也是我拿來夾背景布的東西 總之呢 這個東西就是我覺得非常非常適合 有點懶人的人使用吧 就是可以讓你描述的找到線 然後又有非常多非常多的用途 不要再拿來只是夾文件的 我覺得這樣浪費了它的功用 第三個東西我要說的呢 我覺得大家應該也不陌生 因為我記得我也是講這個東西講了很久 就是這個廚房紙巾 對 這一集真的是一個美妝部落客的節目 真的不是就是生活智慧王 反正這個呢 就是因為我也跟你們講過說 我不愛用毛巾擦臉 因為我覺得毛巾細菌很多很髒 然後對我的face會有一些就是影響 讓我沒辦法激動炫壓 所以呢我每次洗完臉呢 都是用這個來擦我的臉的 因為它跟一般的衛生紙不一樣的是 它不會在你的臉上分解 它就是在那裡 然後你可以很快的吸乾你臉上的水分 那如果只有這個功能的話 介紹它就是也有點太大才小用的 另外一個功能 是我會拿來清我的刷具 那它紙的面其實是比較粗糙的那種 所以如果我沒有要濕洗我的刷子 我只是要乾擦我的刷子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嚕嚕嚕嚕嚕嚕嚕 然後就會發現有很多的顏色 就都被留在這個餐巾紙上面了 因為如果你是一般的面紙或是衛生紙 它就是很容易破掉 然後它上面也沒有這個凹凸不平的紋路 可以讓那個粉這樣子留在那個洞裡面 所以我覺得用一般的紙巾呢 沒有用廚房紙巾清理來的乾淨 所以這個也是我覺得非常非常萬用的一個 小tips的產品 接下來這樣的東西呢 就是你們可能會覺得 終於跟美妝有一點點關係了 就是回到有點保養品的部分 但是這個呢是尼盡絲的保養油 那其實我要介紹的就是 只要是保養油都可以拿來被這樣使用 所以它不算是一個多用途產品 而是一個多用途產品的類型 就是油類 就大家知道如果用油保養 有時候如果你挑到比較油膩的油類的話 會容易長痘痘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幸的挑到不適合你的保養油 當然不是說這瓶 這瓶非常的適合我 有一個方法是 譬如說如果你臉比較乾 然後你喜歡敷一些清潔型的泥膜 可是又覺得泥膜很乾的時候 你就可以加油在這個泥膜裡面 然後讓泥膜呢就是變得比較滋潤一點 這一招其實我是看大佩學來的 就是它有介紹過這種用法 就是把油加到泥膜裡面一起用 然後它就會讓你的皮膚比較沒有那麼乾燥 不會那麼緊繃 因為你們也知道就是泥膜要等它乾嘛 然後乾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覺得 臉快要均裂了 就是不行不行不行 好乾好乾好乾 所以你只要把油加進泥膜裡面呢 然後喇喇也再敷 就不會覺得那麼那麼的乾 還有一個功用是它可以拿來卸妝 因為你們都知道 如果人的臉出油 你的妝就會跟著脫落 所以其實用油去卸妝 是最快速的一個方法 可是因為市面上的卸妝油 有些會加乳化劑 讓它就是可以乳化 還有一些有的沒有的 我不知道是什麼的化學分子 畢竟我不是絕冰毒師 但是呢 就是如果是這種類型的油 比如說單唇它是厚厚把油 或者是單唇它是什麼什麼過油 它其實卸妝呢 就不會對你造成負擔 因為它沒有乳化劑的這個東西 不會造成你臉上長痘痘 只是如果你是大油劑的話 我覺得這個方法就是還是要小心謹慎的去做使用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油肌會不會長痘 最後一個東西我要介紹的是 就是一個大家都會擁有 可是它卻非常容易不見的東西 就是這個小黑夾 看到嗎 它是不是隱身 小黑夾 小黑夾這個東西大家都知道 就是拿來夾頭髮的嘛 就是 介紹它一般的功用很像在講廢話 你知道嗎 但是它就是拿來夾頭髮的 那它有另外一個功用的是 如果你剛好擁有一個打火機 然後你剛好手邊沒有燙睫毛器的話 你用打火機去加熱這個小黑夾 你就可以變成燙睫毛的東西了 但是我知道它其實是有一點高難度 而且高危險的行為 我記得這個在我的那個 如何夾出翹睫毛裡面有使用到這個技巧 就是你把它加熱之後就可以拿來 把你的睫毛變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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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挺拔 而且捲翹 好的 那麼以上就是這次的多功能好物Tag 這次這個Tag就是算玩得還蠻開心的 非常感謝大沛就是發起了一個這個Tag 讓我們大家就可以想一些 就是腦力機當一些比較特殊的用法 那也謝謝湯Tag我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幫我一個喜歡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朋友 每個禮拜都會有新的影片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掰掰 醬要收到 zehn 可以簽了一些字幕